国内很少有将佛学和心理咨询结合的书籍,而且其中大多质量不尽人意,点个订阅不迷路,带你缠误更多的佛心会语。 这可能是因为一些作者只是为了完成写书任务或者晋升职称而写作,没有真正用心去创作,然而心经与心理治疗,这本书与众不同,令人耳目一新,没有许多模仿和套话,而是用了很多鲜活生动的例子,可以看出,作者一直在思考如何将佛学的智慧融入到临床实践和生活经历中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物禅众生。 在这本书中,除了对佛理的阐述,我也看到了作者对定学修行的技术操作的说明,这表明他对禅修技术有着深入的了解,我从他的闲聊中得知,他也对佛教有着浓厚的兴趣,且有福报,曾经在百林禅寺修行生活禅,据说百林禅寺是全国为数不多坚持禅修的寺庙之一,听说宏伟兄弟曾计划去那里闭关修学,随着他修行的深入,相信会有更多关于佛学和心理, 治疗的成果问世。 这本书非常适合心理咨询师入门阶段的阅读,其中包含了许多心理咨询的关键操作和关键理论的解释。 从佛学的角度出发,让人会有忽然醒悟的感觉,特别是书中江小见大,没有犯法而谈整个佛教,而是集中讲解了短短的心经, 力图从心经的空性智慧出发,照亮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现象,并配合了许多生动的故事。 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,心经虽然篇幅短小,却包含了佛学最深刻的智慧,诸如色不易空,空不易色等表达, 嘴上说起来很简单,但实际上描绘了一种极高深阶段的修行体验,即甚深波尔波罗蜜多。 想要实践这个甚深波尔波罗蜜多,至少需要经历十多个步骤,每个步骤需要三到五年甚至更长时间, 据说只有极少数前世修行经验的人,才能在这一生中只用一辈子时间完成这些步骤,并真正体验到甚深波尔波罗蜜多。 将心经的智慧与日常生活融合起来,如同一个人既能成为一个基本粒子,在量子物理世界穿梭, 又能回到经典物理学的世界,以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享受生活。 这个工作确实很宏伟,但我们不能仅指望宏伟能够通过这本小小的书来完成。 而是整个心理治疗界,尤其是那些具有佛教信仰的临床心理学家们,需要世世代代不断努力向前。 心理治疗与佛学的整合研究,在国内较为熟知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短暂流行过的《禅宗与精神分析》一书, 由灵木大桌和弗洛姆合著,然而,现在看来,那本书显得过于简单,不够具体,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,灵木并没有任何临床经验,而弗洛姆在修行界也只是一个初学者。 灵木和弗洛姆的对话是在1950年代发生的, 在那之后,一直有一批人在从事心理治疗与佛教的整合研究工作,只是国内几乎没有引入。 然而,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过去的十几年里,以正面训练为代表的方法,已经逐渐成为临床心理治疗界的主流。 这要归功于一批具有丰富、禅修经验的临床工作者们, 他们既是经验丰富的禅修者,又是资深的心理治疗师,将佛学和心理治疗结合起来,开创了一种新的治疗潮流。 当这个消息传回国内时,大多数国内学者都感到欣喜,并对此赞叹不已,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感到一些不满,佛教原本是东方的产物,为何会被美国人拿来做出这样的重大成果?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众说纷纭,我个人的观点是,这是因为国内的知识分子缺乏理想,并且又不自知地造成的,根据我对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了解,他们只有人生目标,而缺乏真正的人生理想。 因此,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,一个医院院长或者商人比其他人更富有,一个精神科医生却羡慕一个开豪车的富豪。 一个拥有明确人生理想的人,必然会有稳定的职业认同,他们明确自己的人生使命是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,所以他们会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研究专业技能。 创造更有效的治疗方法上,因此,他们只会与同行比较专业,而不会跨行业与商人征负,他们所羡慕极度的也应该是同行业的杰出人物,而不是另一个行业的领袖。 换句话说,因为他们关心的只是创造更好的方法,所以他们并不关心这个方法来自东方还是西方,换言之,正因为他们已经拥有明确的职业理想和职业认同,所以他们不受限于民族认同,也不需要民族认同来填补自己理想的空虚,而一个理想空虚的人必然会陷入名利和享乐之中。 现在很多人其实都是很聪明的,但是有时候他们从事咨询工作,有时候从事培训工作,有时候从教室变成经营者,有时候又像心理咨询产品的批发商,有时候又像畅销产品的代言人。 总之,他们缺乏稳定的职业规划,所以很难写出作品,更不用说写出优秀作品并与美国同行竞争了,但是我相信这种情况最终会得到改观。 60后,70后和80后,这三代人之所以功利主义且缺乏理想,是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缺乏理想教育,他们的父辈在饥荒时代长大。 保命都是困难的,更别提理想了,那些微薄的革命理想,最终也被历史的封煞掩埋,但是当他们生活走向后半程时,看着自己基本上没有任何信仰的父辈,在空虚和恐惧中离去,看着自己功利主义的目标如此容易实现,又如此乏味,他们必然会从这种临近死亡的抑郁中奋起,寻找并发现自己的人生理想,并将这种理想贯穿到自己的职业生涯中。 实际上,现在这批知识分子对精神分析非常热衷,这是因为他们把一个宗教性和超越性的理想,如自由和幸福投射到了精神分析上。 所以,将精神分析与宗教进行比较和融合,对于理想空虚的人来说,自然而然,对于理想明确坚定的人来说,却颇为荒谬,因为对于后者来说,宗教负责总体规划和整体理想,而精神分析只是一种职业技能,将这两者相提并论,就像要将圣经和栏尾手术整合在一起,让人感到十分奇怪。 欢迎订阅物禅众生,带你禅物更多的佛心会语。 举个例子,如果我是一个理想明确坚定的佛教徒,同时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,那么心理咨询的工作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修行的一部分。 就像吃饭,喝水和如色一样,都需要以修行的心态去融入其中,就像许多信奉基督教的治疗师的著作一样,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圣经,但基督耶稣的大爱在文字和行动之间也得以传递出来。 我们这几代活跃在中国心理治疗舞台上的人,对传统文化如是道和心理治疗的整合感兴趣,恰恰是说明了,我们对传统文化不甚了解,对宗教生活也不太熟悉,更不要说把传统文化,宗教信仰和职业生活融为一体了,而佛教本身的特点,加剧了治疗师们在信仰和职业之间的困惑和混乱。 因为佛教本身是一种心理化的宗教,在其神仙系统的外表下,核心是一整套的调整身体和心灵的心理治疗性的技术和理念,尤其是南传佛教,几乎和现代心理治疗可以直接接轨。 正因如此,佛教也激发了历代治疗师们不懈的探索和挖掘,相信总有一天,我国大部分的治疗师们重新找到自己的人生信仰,或者是人生第一次成为了一个有信仰的人,其中不少人会是佛教修行者, 也会有依心经修行的,此书可以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一个激发兴趣的点。 在佛学的角度看待传统文化和心理治疗的整合,我们能够从佛教的智慧中找到许多启示和指引,佛教以慈悲和智慧为核心,强调人们通过修行实现心灵的解脱和觉醒, 而心理治疗正是在帮助人们理解和调整自己的内心,达到心灵的和谐和平静,因此,佛学和心理治疗的结合是一种自然的延伸和融合。 在佛教的教义中,修行者被鼓励倾听内心的声音,观察自己的思想和情绪,以培养觉察和正念, 这与现代心理治疗中的觉知和正念训练有一曲同工之妙。 通过正念和觉察,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,理解负面情绪和不健康的信念, 从而实现真正的心理治愈。 在佛学的教导下,我们也能够学会放下执着和欲望,佛陀教导众生要超越贪欲、称慧和无名, 以消除痛苦和追求真正的幸福,而在心理治疗中,我们也会教导患者学会面对困难和挫折, 以及放下过去的伤痛和内心的负担,这种放下和接纳的态度可以帮助患者解脱困扰,影响更加积极健康的生活。 此外,佛学也强调慈悲和爱心的重要性。 在佛法中,慈悲是培养心灵的根本之一,通过培养对他人的关爱和同情, 我们能够摆脱自身的狭隘和自私,体验到更加广阔和无限的爱的力量, 在心理治疗中,关注他人的需要和感受,培养同情和共情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, 这种无私的爱和关怀可以改善人际关系,增强人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。 佛学和心理治疗的结合并不仅限于个人层面,也能够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, 佛学的教导呼吁我们不仅要关心自身的修行,还要关注整个社会的福祉。 通过关注社会问题和参与公益活动,我们可以实践佛陀所教授的关爱和慈悲。 综上所述,在佛学的角度下,我们可以将传统文化、宗教信仰和心理治疗有机地融合在一起, 从而帮助人们实现内心的平衡和和谐,通过借鉴佛教的智慧和教导, 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治愈自己的内心世界,建立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, 并为社会的福祉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无论是治疗师还是修行者,都可以通过这样的综合实践, 获得心灵的满足和成长,希望在未来的探索中。 越来越多的治疗师们能够从佛学的角度发现更多的启示和价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